成就果报的功能 所以它是一个阴相 这个玉熟是它的果相 我们讲什么叫玉熟是 这个熟 这个熟就是成熟 它能够使令这个月立的种子 把它转成果报 这个叫做熟 就好像说这个电锅 电锅能够把这个米煮成饭 所以这个电锅它有成熟米的功能 成熟这个米的功能 那么阿赖也是一乎如是 它不但是保存种子 这个种子在它的保存之下 也会慢慢的被它成熟 它能够把这个种子 因人记住的时候 它能够把它组成成熟的果泡 所以阿赖也是有这个熟的功能 那么这个熟为什么加之一个玉呢 这个意义的意思就是很多的差异 那么阿赖也是它把这个种子 转成果报的时候有三种的差异 第一个呢是时间上有差异的 所谓意识而守 就是说你现在虽然持戒练佛 当然这样的一个月立应该是一个净土的因 但是你现在还是一个人 就是你不能急 就是你在积极善业的时候 不能马上得果报的 你现在的果报是在酬长鲜业 你现在的身心世界可能你不是很满意啦 但是它是你以前的业力表现出来 你必须把这一部分的因缘结束掉 那么你今生所修习的这个功德啊 你是来生才能受用的 就是说叫意识而守 你造业跟得果报的时间 有前后的差异啦 第二个意类而守 那么我们在修阴的时候 这个业是通三性 有善恶无忌三种体性 因通三性 但是果为无忌 得果报的时候 这个果报都是无忌的 比如说一个人贫穷 或者一个人长得丑陋 这个是一种不可的果报 但是一个人贫穷不是罪 他没有 他不是一个恶性 他是无忌的 因为他可以因为贫穷而努力向上 这个贫穷反而对他是一个修行的正上员 这个恶是账道理 恶法是障害胜道的 所以说我们论果报不能论善恶 这个人卑贱贫穷 只能够说这是一种痛苦的果报 但是这都不是罪业 只有因利才讲善恶 那么果报是无忌的 所以在这个因道果的时候 性质产生变化 产生差异 第三个变异而守 这个变异就是说他的数量 这个种子 他以前可能 他的因例很小 但是他没有忏悔 起邪见 他得果报会很重 那么反过来 他以前虽然造了很大罪业 但是他后来修行以后 真实的忏悔 断相续心 这个时候种子的势力也会变小 也就是说呢 种子转成果报的时候 他会经过一场的变异 或者你是去随顺 随起 或者你产生忏悔对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种子的势力会产生变化 那么总而言之呢 这个我们到了月以后 这个月到果报的过程当中 有时间的变化 有性质的变化 有数量的变化 所以叫做异守 他有种种的一些差别的因素 所以这个异守就是啊 他的一个果相 他的果相 在这个高僧传呢 讲到这个南北朝 南北朝有一个叫道秀法师 道呢是道德的道 秀呢 是这个神秀大师的秀 这个道秀大师来道秀法师啊 这个人在高僧传说啊 他是博学多文 在通达很多的教理啊 智慧也特别的高 但是他的性格上有一个缺点啊 这个人称心 对立心啊 很重 他就是经常要跟人家辩论 他一定要胜就对了 他不管什么都是以胜负 我要胜过你的这样的心态啊 那么来跟人家辩论 后来有一天 他跟他的同章道友 在讨论一个佛法的时候 他又触动他的秀心啊 这个时候 他的秀心非常的赤胜啊 全身发热 他就离开了这个 他的道长啊 他想要到这个树下去乘两 结果他到了树下以后 那个秀心不断的增长广大 他就在金身当中啊 从一个人啊 变成一个很大的蟒蛇 金身变成蟒蛇 当然 在高中传里面 他这个祖师就叫下一个评柱啊 说啊 一生的 词戒 天文佛法 结果呢 因为秀心的缘故啊 而在蟒蛇身啊 承受福报 大蟒蛇 当然有他蟒蛇的福乐 但是他的果报是卑健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经常回忆参考书 对我们的开导 他说啊 修行人啊 有三个重点 解门 行门 性格 参考书说这个性格最重要 他说啊 你有天大的解门啊 天大的行门啊 你的性格不好都不行 这性格就是你的思想 不够条柔 就是说 从一种修行的角度 你的解行恶门 当然这是一种知良力了 但是你的性格不好啊 这个分别爱飞爱言起啊 就是你这个个性啊 对立心太强 或者是高慢心太重啊 这个时候会使令我们这个善业啊 会产生错误的引导 会有错误的引导 所以这个地方讲一手识 就是说 这个业力要转成果报 其实这当中有很多的变数 当然这个变数 你的第六意识的思想 或者以世俗话来说 你的性格 在引导这个业力的时候 是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参考书说 你即使有天大的解门 天大的行门 你的性格不好都不行 就是这个道理了 那么以上呢 是讲到了这个 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根源 阿拉耶士的三种相貌 因相果相跟志相 这以下呢 前面是长行 这以下用寄宋 来把它做一个重复的说明 在当中分两颗 一 通内外种变二 变内种意外种 先把这个种子的 种类 有内种和外种 做一个辨别 那么通内外种变有五颗 一 举六种种子 二 四种子六异 三 四所心四异 四 破除异直 五 显为二异 先看第一个 举六种种子 这个颗体啊 韩金镜基士 它是用六种种子 不过我看 它这个古德的注解 这一颗是 讲到两种种子 一个种子的差别 所以我们这个六 也不要把它去掉 我们旁边啊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可以写一个二 括号一下 它的义啊 是两种种子 始终五受 好 我们看论文 外内不明了 以二为世俗 胜利出种子 当之有六种 好 那么 当然 从大乘的角度 认为一切法 不是由业力 所变现的 这样讲太粗糙了 应该说是由种子 所变现 那么一切法的声音 不是大凡天 也不是凡 是种子 所以我们有需要 对这个种子的 效貌家里探讨了 这个种子呢 记住来说 有内种跟外种 外种呢 就是这个植物 比如说这个稻啊 麦啊 苹果等等 它有引申 这个果实的功能 这叫外种 那么第二个叫内种 内种就是阿赖 阿赖也是所保存的善恶业力的种子 叫内种 这两种种子 那么这两种呢 内是不明了的 就是这个阿赖也是的种子的体系呢 是非善非恶的 是无忌的 所以叫不明了 那么 这是第一段 那么第二段呢 以恶为世俗胜义 那么这两种种子呢 有世俗跟圣义 两种的差别 那么这个外种呢 是依子世间的名字 来理解的 这是这个 传夫的分别之所了之的事物 所以它是一个世俗的智慧 就是我们 我们透过这个 一些参考书啊 职务的书籍 我们就知道 这是苹果的种子 这是盗的种子 这是卖的种子 所以这个对外种的理解啊 是一种世俗的智慧 但是对阿赖也是的种子的理解 那是圣义 那是一个 圣人的亲近智慧 所能够去觉察的道理 不是凡夫跟恶政所能理解的 所以说呢 一二为四俗生意 圣义诸种子当之有六种 这个圣义这两个字是通前通后 那么身为一个圣义 就是内种子呢 他有六种差别的相貌 就是把这个相貌的差别像表达出来 那么这六种到底是什么相貌呢 下一颗说明 看希恶 是种子六意 我们看论文 刹罗面具有 恒水转因之 决定带众言 为人引治国 那么大圣佛法一再的强调 就是以众万法的声音 是阿赖也是的种子 那么身为以众万法升起的一个轻因言 它到底是什么相貌呢 在本论当中提出的六点 第一个是刹罗面 就是说这个种子的体性是刹罗刹罗生灭的一个有为法 那么简别外道呢 外道说一切法的声音是 这个自信阿 凡阿 自在偏阿 那么这些都是不生不灭的 都不能改变的 那么我们的种子 会因为你的思想的不同 而变化 比如说你累积了一种 负面的业力 杀生的业力 那么你对这个杀生的行为 恋恋的随律 这个种子它就不断不断的增长广大 那么你现在开始看回对质 这个种子的势力就会变小 所以这个种子的体性 它是一个可以变化的有为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果巨油 那么这个果巨油就是说呢 这个种子的因啊 消失了以后 这个果报就出现了 那么这个因灭果身 必须是同时成就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五印身心 是一个人的五印身心 是过去的五界 的叶总子所支持的 那么这个时候 因灭果身同时存在 就是说 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是 顿生顿灭 顿生顿灭 那么当里面的五界十善的业力消失的时候 它释放出来的时候 这个五印的果报出现 那么这个出现以后 它就反心回去 这个果报消失了 又分成又变成种子 那么种子又变成果报 那么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五印身心的生灭的 相貌太过平凡 所以我们看不出它有生灭 其实我们的生命是 突然间 身心世界出现 突然间全部消失了 又突然间全部出现 这个果具有就是说 因灭果身 它是同时存在的 当然这个灶楼面跟果具有都是在 前世这个 阿赖也是这个转 前后转边的功能 第三 恒水转 这个恒水转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善恶的种子 是一类相许不失不亡 乃至成佛为止 就是我们今天造了一个业欲 比如说你刚刚拜了一部八十八佛 那这个善种子 当然可以成就安乐的果报 那么这个种子 只要它还没有释放出来 或者你没有去懺悔对治 它这个种子会深深实实的跟着你 不会撕掉你 虽然它生灭 但是它有相讯 它不会撕掉 不会因为你说你换一个人生 那么就撕掉 不会的 第四个性决定 那么生起善恶功能的体性是决定而不错乱的 就是说那个种子 善的种子是决定遭感安乐的果报 恶的种子也决定遭感痛苦的果报 这个体性是不能改变的 没有人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种子的体性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修行佛法 我们开始去断恶修缮 忏悔业障积极致量 那么理论上来说 这都是在栽培一种安乐的种子 但是 我们现在可能痛苦依旧 那么这个表示说 这个叫做众保亲送 我们要相信 比如说你现在拜佛 如果拜佛拜到最后肚子痛 你不能够说因为拜佛而肚子痛 这样讲不对 就是你以前有这个罪业 拜佛是个善业 善业怎么会招感肚子痛 就是说 你这个内心当中有这一部分的罪业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拜佛的因素 把这个罪业逼出来 其实所有修行的道理都是这样子 不可能因为你的修行 而产生增加痛苦 不可能 这样子这个善恶的体性就错乱了 不管你现在因为修行 而增加多少痛苦 这个都是由罪业所带动的 你的善业是一定遭感安乐果报的 所以叫做性结定 那么恒水转跟性结定 都是在诠释这个种子的相续的功能 叫恒 前面 恰隆妹跟果具有时强调转 第五个 代重言 那么正是讲种子要变成果报 你必须要等待成熟的因缘 不管你现在佛号练得多好 数量练得多少 你也不能够说马上往生了 就是你过去的业力 所释放出来这个人的果报 只要这个业力的能量还没有释放完毕 你这个往生的因缘都还没有成熟 就是说种子要变成果报 要等待因缘 就是代重言 不像外道所说的自然外道 它必须要等待因缘 第六 隐智果 那么隐智果就是说呢 差别的种子会隐身差别的果报 这简别外道的因因多果论 外道说啊 宇宙间就是一个因 就是大凡天啊 大凡天创造很多很多差别的果报 佛法是不同意的 因因夺果 佛法是认为多因夺果 比如说你过去啊 关系布施 所以你今生的财富很多 但是你在布施的时候又到了杀业 所以你虽然财富很多 但是你就多病 就是说你这个果报体啊 你这个今生的果报体 是很多很多的因的累积 不是一个因啊 所以这个你的生命当中 有些你很满意 有些很不满意 因为你的因地也造了很多的善 也造了很多的恶 所以这个得果报的时候就错综复杂了 有些地方你满意 有些地方你不满意 这是正常的 因为你因地就不圆满了 怎么能够要求果报圆满呢 所以叫做隐智果 每一个因地都有它相应的果报 那么总而言之呢 这个我们今天造的一个种子在阿拉里斯当中 它就是插楼灭果去火 恒水转性决定 带众眼影之果 这位我们有看过这个介力 你知道这个 在佛寨寺的时候 比丘尼生团有一个叫做莲花色比丘尼 它是一个阿罗汉比丘尼 那么这个比丘尼其实它在家的时候是一个营尼 从事营运事业的 那么他能够从一个营尼出家又能够震得阿罗汉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那么当然他阿罗汉他有神通 他自己也说 他说他以前刚开始跟三宝结下一个比较殊胜的音言 是过去生当中 他是演戏的一个细拟 演戏的一个灵演员 后来有一个音言 他是演一个比丘尼 当然打扮成比丘尼的相貌 他内心也去揣测 身为比丘尼内心的思想 这个时候跟三宝结下一个深厚的音言 当然有音言的人就能够 生生世世又遇到三宝 不断的栽培善根 那么到了迦瑟佛的时候 看了一个经论的描述 他的戒没有持得很亲近 就是他的戒有故事 迦瑟佛时候 所以他没有成就圣道 到了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虽然他刚开始是把这个欲望的种子先表现出来 但是他遇到佛法以后 他的善根一出现以后 光明一出现 所有黑暗都破坏 就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在三宝当中不断的修行 感觉上我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要知道 其实你所累经的实戒修止观的善根 在你的生命的深处 那个内心的根源 那个阿拉也是当中 你那个种子已经开始 所谓的刹罗面 果具有 恒水转 性结定 带重炎 印之果 他在那个地方不断的相续变化 变化相续 我这个地方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偶尔大师 讲到这个种子的时候 他很强调一个观念 他说 你一个修行人 你要深信一个道理 善能够破恶 恶不能破善 这点你要相信 就是光明能够破除黑暗 而不是黑暗能够破除光明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想 我在无量的流转当中 其实我累积的恶法 的时间比较多 就是我这个颠倒的时候 在无量的流转当中 我颠倒的时间长 累积的恶的功能比较强 但是我在三宝当中 可能修行几身而已 善根比较薄 那怎么能够求生净土呢 你这样讲是错了 你修行善法的善根 是随色于本性的 是真实的功能 你过去颠倒 那是违背本性 那是希望的境界 真实是能够破除希望 你看莲花色比丘尼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他过去 欺几很多贪义的种子 他出生的时候 小时候 在家的时候 还是一个引领呢 佛法不怕你欲望重 也不怕你烦恼重 怕的是你没有善根 因为善根是能够破除黑暗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说 这个种子在内心当中 是不断的相续变化 那么这当中呢 我们只要栽培 清净的善根 就能够对峙 这些邪恶的功能 看第三 所心是欲 那么看论文 坚无忌可心 以人性相应 所幸非欲止 是为心其相 那么前面是讲到这个种子了 一切法的声音 但这个地方种子 是由阿赖耶士所保存的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一切法的声音 除了了解种子 也应该了解阿赖耶士了 因为这个种子 是阿赖耶士来摄持 那么身为阿赖耶士 他就是一种所需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相互作用当中 第六意识是仁勋 那么第八是是所需 那么为什么第八是 他永远只是在接受信息 他不能释放信息 他只能够接受 第八是不能造业 那么这当中有四个理由 第一个他是监住性 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所需 他要能够接受信息 他的体性要稳定 要稳定 天津福尚说 说这个风的体性不稳定 它吹来吹去 所以你把这个香味放在风里面 一下子就丧失掉了 但是这个油的体性非常稳定 这个浮麻油 你滴上香以后 这个油会在麻油里面保存很久 那么阿赖耶士亦不如是 那么阿赖耶士从无死到现在 你不管遇到的三二道的痛苦的刺激 遇到这个诸天安乐果化的刺激 他永远不起欢喜 也不起称信 他永远保持一个稳定的无忌状态 所以他体性稳定 第二个他是无忌的 他是非善非恶 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接受 这个第六意识造业的侵袭 他本身是非善非恶的 所以在维世学上说 佛的阿赖耶士是不受训的 佛的阿赖耶士是无肉的善 你不能够说 诶 释迦牟尼佛今天比昨天还好了 不能这样讲 因为他已经不能变化了 他的无构式是不能生灭 不能有生灭相 他是一个不生不灭的 我空法空的真如相应的 那么凡夫的阿赖耶士是无忌 所以我们说 人之诸性本无忌 从维世的角度是认为 人的本性是非善非恶的 但是他可以受训 第三是可心性 那么他能够可心 他必须是一个生灭的有为法 就是涅槃他就不受训了 他不生不灭你怎么受训 他也不会增加也不减少 那么阿赖耶士 他必须是有为法 不像外道所说的 一切法的声音是 是自信是凡是无为法 第四 以能心要相应和合 那么他跟能心的这个第六意识 要同时同处的作用 要能够同时同处的作用 要跟能心和合 才能构成心 所以意思就是说 别人的第六意识 不能心心你的第八识 你说 我为什么造恶 因为他也造恶吗 不能这样讲 他造恶跟你没关系的 他造恶他欣喜他的阿赖耶士 他的造恶是不能欣喜你的 也就是说 这个欣喜必须是 所欣喜要跟能心的合合 那么所欣非欲词 那么所欣的阿赖耶士 必须要记住这四种条件 才能够构成欣喜的效貌 他才能够去接受 前六转世的欣喜 而产生变化 坎心事 破仪决止 这个仪呢 是指的是小胜的部派 小胜部派是认为说 生命的根源 是没有所谓阿赖耶士的 就是第六意识而已了 就是前六识的相互作用 那当然这样的思想是有错误的 我们看这个论文 六识无相应 三差别相为 二念不具有 列律于尘世 这个地方我们先破图 一类的欣喜 不同类的欣喜 小胜的学者说 这个不必靠第八识 就能够保存种子了 第六意识 他也可以欣喜前五识嘛 或者前五识 也可以欣喜第六意识嘛 那么这个能量 列律就可以保存下去了 但事实上是错的 因为呢 前六识都没有记住 所心的条件 为什么呢 因为三差别相为 这个前六识在活动的时候呢 有三种的因缘啊 产生太多的差别 哪三种呢 第一个他所依的根 这个根啊 是一个动药因素 比如说你这个眼根败坏了 眼视就不能活动了 第二个 所言的境界 也是变化太大 这个环境也不断的变化 第三个 作意 你心中也经常不动的作意 如理作意或不如理作意 所以你这个所依的根 所言的境音根 心中的作意啊 不断的变化 所以这六种识 都没有构成 所心的条件 所心识的法 必须要 体性要稳定 才能够接受心识 所以前六识的 异类心识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有的不派说 那我就不强调异类 有像同类心识 第六识 心识 第六识 说 你不按例第八识 那你怎么解释 你这个今生的业力 能够相续到来生呢 小生不快说 这个很简单嘛 第六识 他造了一个善业 我刚刚去拜佛慈戒 这个第六识要消失之前 他赶快交给 这个下一念的第六识 就像这个戒利赛 这个第一个人跑完以后 把棒子交给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跑给第三个人 那么第一念交给第二念 那么第二念再把他的 伴恶的心识再交给第三念 那这个业力就保存下来了 干嘛要第八识呢 那么这个时候 维师的学者就破处 恶念不具有 这个构成相互的心习 要人心所心要和和相应 要同时存在 就是说这两个要同时存在 相互的作用 才能构成心习 那么你这个前一念要灭了以后 下一念才能升起 这个等无坚言的道理 那你前一念已经灭了 后一念才升起 那你如何把前一念的能量 再传递给下一念呢 因为这两个不同时存在的嘛 所以说呢 同类心习的道理啊 是不能构成心习 构成过世的 第六一识如此 前五识亦复如此 一律 劣律 同类心习的这个律子啊 其余的都是 都是有过世的 这其余包括前五识都是 因为你这个前一念跟后一念 不能同时存在 所以说这个 我们一定要相信啊 在我们这个初显的分别心 在起善起恶的时候 我们内心的深处啊 有一个维系的心是 他在那个地方 记录我们的善恶的功能 他本身不照善不照恶 但是他就是白天晚上啊 负责受训 接受你的信息 好 心无 显为恶因 那么 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种子 有两种因 一个是生因 生起的生 他能够使命一切万法 生长广大 第二个是隐因 隐身的隐 他能够使命一切万法 保持不失 就是这个种子有生长广大 跟保持不失 两种的功能 看论文 此外类种子 人生隐因之 孤上游人隐 任运后面固 那么这个外种啊 这个植物的种子 跟内种 那也是个种子啊 它都有生因 跟隐因 它有生长万物 跟保持不失的功能 怎么知道呢 孤上游人隐 这个植物 有时候枯萎了 或者一个人 有情众生 它的生命死亡了 但是这个植物的尸体 跟人的尸体 不会马上消失掉 因为它的种子啊 它有这种保存的功能 它会怎么样呢 任应 被你后面固 它会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消失掉 所以这个种子 它不但的 会变现生命 即使你生命死亡了 它还会保存一段的时间 它还会 摄持这个生命 使用它慢慢消失掉 就是这个种子 不但是有生 也有这个隐 的功能 看你更二 那么这段呢 是变内种 亦外种 前面是说 内种 外种 都有生因 跟隐因 但事实上 这两个种子 是有差别的 这当中有三段 第一个 定不定 差别 二 私得过 为别 三 非 真一 真别 先看定不定 新别 为前 内种 非如外种 付出恶重 外或 无心习 非内 因 非内 种 因之 温等 心习 无果生 非道 所以这个 外种 这个植物 在成熟的 过程当中 它是 不一定经过 心习 或 或就是 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比如说 我们前面说过 胡麻 跟香花 放在一起 所以你 榨出这个胡麻 的时候就有香味 胡麻 能够受虚 但是莲花 生在雾泥当中 它不受虚 莲花的种子 丢在臭辉的雾泥 它长出的花 还是香的 它不受 外在环境的吸血 所以 这个 身为外种 它在转成果报的时候 可能会受虚 也可能 不受虚 所以 外祸 无心习 那么 这一点 就不同 那种 非那种因子了 我们的种子 要转成果报 一定要 经过心习 就是说 你今天 比如说 你今天是 恋佛 这个恋佛的叶种子 要转成 净土的 功德庄严 一定要有 信念的欣喜 要有这个 深信 怯 愿尼说佛 心求极乐的希望 不断地 欣喜这个种子 才能得果报 那么 外种就不一定了 所以 这一点是不同的 等一下 讲出一个 实际的例子了 文等 欣喜 五五 果生非道理 比如说 从佛法的角度来说 你都没有 对佛法听闻 没有 等 当然等 包括师跟修 你做佛法当中 都没有文师修 结果你就 自然产生的智慧 有文所成慧 师所成慧 修所成慧 这是没有道理的 有些人说 传宗说 扫地也可以开悟 拜佛也可以开悟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一切法是引自果 每一个法的身体 有每一个法的因地 我们义佛拜佛 是跟诸佛菩萨 产生感应道教 你要产生智慧 必须在佛法当中文师修 也就是说 有些人拜佛开智慧了 这是有可能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全身 有心义过佛法的种子 他有这一部分智慧的种子 但是这个拜佛 只是一个真上眼 把他给 思论 让他升起现行 所以拜佛是 隐身智慧的真上眼 我们经常说 持戒能够产生 定 定能够产生 会 其实这个道理也都是一样 持戒怎么产生禅定 你看持戒持着好的人 心散乱的多的是吗 持戒是成就禅定的真上眼 因为你持戒持着清静 你内心安稳 你不会恐惧 内心坦荡 无所畏惧 那么 你养不愧一天 服不索一人 当然你内心坦荡 你修禅定容易成就 所以持戒是成就禅定的真上眼 那么禅定能够产生智慧 外道有四禅八定 多的是 但是每一个人都学知学见 就是禅定你内心坦荡 你对法医的吸收也有帮助 所以这个戒定会的隐身 都是真上眼 包括蛇严体都是真上眼 无名 之论的这个叶种子变成行 行而变成是 这个无名跟行也是个真上眼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各类的种子 所以说 这个内种的成就 跟外种的不同是 他要经过欣喜 其二 私得过为别 那么 做不做私得过故乘相为 假设这个种子不经过欣喜 有什么过失呢 一个人有做 那么做产生了私 他有做 结果没有收获 那么不做 反而有得 他没有栽培佛法的智慧 结果他有智慧 这样子是违背的英国相续的道理了 就错乱英国了 所以这个真为内种 他一定要经过欣喜了 看新三 非真一真别 就是有些是 这个外种不是一切法的一指处了 只有这个内种才是真实的一指处 所以说非真一跟真一的差别 看读文 外种内为言 由一比心喜 其实这个植物的种子啊 是以这个内在的阿拉雅士种子为 因缘才隐身的 就是没有内种就没有外种 由一比心喜而生的 是由这个地右翼士 心血阿拉雅士产生这个种子啊 才变现出这个植物的种子的 所以一切法的声音啊 有这个内种跟外种啊 其实是内种是 才是真正的一眼 所以在阿含经上说啊 这个世界啊 沉住坏空了 所以说坏空了以后啊 那么到了空以后又变成沉 所以世界又新沉 那这怎么会有植物呢 怎么会有水果呢 它有种子 那么它怎么有种子啊 它第一颗种子是哪里来的 它怎么会有第一颗种子呢 就是由业力变现 内种 这一类众生有这个因缘吃到苹果 它这个苹果的种子就出现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切法的声音是内种 外种是内种变现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 这个大师经常讲说啊 我们在观察生命啊 要观察生命啊 既空既假既做 当然从空性的观察啊 维世学是以生命变化 从这个阿赖也治的这个横转如爆流 这种转 观察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相貌啊 是刹罗刹罗生命的希望下 它不真实的 它的本性是空既的 那么你从这个生命变异当中观察到空性啊 这一点是等同于中观的学者 但是维世学的殊胜啊 它那个假观啊不可思议 讲到这个延期啊 分别日系延期 分别爱非爱延期啊 这一点的话是中观学者比不上的 就是你要说是从角入空 那么这个这一点当然是中观学者 因言所生法 我说既是空 跟我们讲生命无常而去向空 这一空无二空嘛 但是讲到延期法 那这个圣生圣生啊 那维世学是讲的殊胜 两种延期 第一个你的善业力 第二个你的正面的观照力 这两个都很重要 这古人说嘛 修福不修慧 大象瓜应若 你这个只是直接修福啊 内心颠颠倒倒的 结果呢你的果报的就是 大象瓜应若 修福福德 那么修慧不修福也不好 大罗汉拖空拖 你没有资良力 也不够庄严 所以说从这个大正两种延期啊 我们应该啊 修习善业力 也要有内心的灌照力 来引导这个善业 使令这个善业成就削脱 会比较好 这个还有几分钟 我回答几个问题 请法师慈悲开示 一 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否可以一直修到成佛为止 若是 是否不度众生亦可成佛 这个极乐世界啊 你不可以成佛啊 这个一个世界只有一尊佛 阿弥陀佛在那间神佛 你要跟他争啊 这个一个世界 所以说你看地上说啊 你说你是阿罗汉 大妄语 你说你是佛 不构成大妄语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相信 因为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佛嘛 那么就是说 这个 极乐世界你可以修到等觉菩萨可以了 一生不处了 那么你要成佛 你要自己去创造一个国土的 所以说在极乐世界是不能成佛 因为那是阿弥陀佛的净土 不是你的净土 我们是去那边做他的学生的 那么你到了法生菩萨以后 你要回祝说佛 那么创造你自己的国土 为成佛发愿杜众生 跟为了杜众生而发愿成佛 差异何在 有些人是发愿先成佛再杜众生 有些人是先杜众生而成佛 这个差异何在 当然这个跟你的根性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说菩萨就知道这个 菩萨总性有两种嘛 在这个《易协师弟论》上说 菩萨有两种 一者自身上 二者悲身上 如果你是自身上的菩萨 你在修习菩提心的时候 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你会偏重上求佛道 就是你一生当中 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用功 练佛练佛练生 意念众生的少 你这个人自身上 你要先成就在度众生 你的成佛规划是这样的 假设你的修行当中 大部分都是意念众生的苦跟众生在一起的多 至比在佛堂做功课的少 你是悲身上菩萨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他这个悲身上的菩萨在成佛之道 会先成就福报力 但是他的 戒定会的善根薄弱 所以他容易退转 那么自身上的菩萨 会先成就圣道 成就善根 然后再成就福报 他成就圣道 可能福报比较差 但是他从圣道里面再接触福德 所以这个成佛之道 是每一个人的抉择不同 就是你愿意怎么做 他就会有什么结果 那一般来说 在大自主论的隆书菩萨说 就是自身上的菩萨 比较会愿意求生净土 非正上的菩萨 他的心情会愿意生生世世 陪着众生流转 这个就是没有所谓的对错 就是你的抉择 就是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相信这是你的抉择 那你就心甘情愿地走下去 因为这是你的抉拳 所以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 就是每一个人的种性不同 有悲生上有自身上的不同 第三 解悟跟证悟的差别何在 证悟是否一定要在人群中实践 或者单靠修止观 练佛精度善悟 就可以证悟 当然我们说解悟是理解 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你那个内心的这个调伏力 没有升起来 就是这个 只有明白道理就是只有文会了 那么证悟就是你那个 从明白道理当中 又修止观 产生私会 修会 对反导有一点调伏力量 当然这个地方是说 你的证悟 是不是要在人群中历练 不一定 不过偶一大师他在尼峰中论的时候 他讲到一个观念 他说这个证悟的过程 有些人是在佛堂中成就 他从佛堂当中 一天一天的思维 他内心有变化 所以一切往一延伸 他不断的 如理的去观察生命的真相 一直观一直观 观久的时候 他内心跟真理相应 他内心的疑惑全部打开了 虽然他离成佛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他后面的路 他内心非常的笃定 齐心安如海 不动如虚米 这是一个从尽重修得到的 所谓的证悟 那么另外一个 他是从执事上历练 当然这个人一定要有佛法的证件 那么不断历练当中 不断的观察 检讨自己 错的在佛前 忏悔 那么他慢慢慢慢 有一天 他在人世当中 也是开悟了 这两个人有什么差别 偶尔大师说 在四项历练的人 他的